提到电磁弹射 想为大家都不陌生 毕竟这是美国新一代福特级航母上的亮点之一 也一直被人们视为改变未来战争形态的一大利器 那么美国花费21年时间 辛苦研究出来的电磁弹射 究竟比蒸汽弹射好在哪呢 我国又是如何在11年内打破美国封锁 实现自行突破 曲线超车的呢 所谓的电磁弹射 其实指的就是利用电磁能量 来推动被弹射的物体运动 针对这种技术的诸多应用中 有一种大家应该耳熟能详 那就是电磁炮 虽然电磁弹射通常不会有电磁炮这么大的威力 但是运用在航母上的电磁弹射技术 同样也是一种极为先进的产物 而它相对蒸汽弹射来说 也有着诸多优点 电磁弹射针对蒸汽弹射来说 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分别是节能 构造简单 操作方便 应用广泛 以及故障率更低 首先我们要说的一点就是节能 这个节能倒不是说电磁弹射 比蒸汽弹射需要的能量少 而是说电磁弹射 在能量利用率方面明显较高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 蒸汽推动靠的毕竟是气体 其中有着一个能量转化的过程 而转换很难避免损耗 可是电磁弹射就不一样了 由电能直接转换为动能 能量利用率直线跋升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说到一点是军舰的总功率往往是固定的 这就意味着采用电磁弹射的军舰 可以将更少的功率用在储能充电上 给其余大功力设备弹出了空间 这是电磁弹射能量利用率高的另一个优势 除了节能外 电磁弹射的构造还更为简单 精巧 相对于本身大而笨重 需要极多劳动力来操作 同时还极难维修的蒸汽弹射装置来说 电磁弹射可以说是相当简单好用 其维修最困难的一部分 应当就是冷却系统了 可即使是冷却系统的维修难度 也远远比不上蒸汽弹射的各种管道 因此构造简单 也是人们选择电磁弹射的一大原因 构造简单操作起来自然就方便 相对于传统的蒸汽弹射来说 电磁弹射的操纵人数可以少上30% 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人力节约 更为关键的是 相对于电磁弹射那种高难度 高危险性的态势方式来说 电磁弹射只需要按照其 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来走就可以 可以说相当便捷 可别看电磁弹射看起来简单 在功能性上 它非但不比蒸汽弹射要弱 反而要更强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看 电磁弹射既可以弹射那些重量极大的战机 同样还可以弹射那些重量极轻的无人机 而蒸汽弹射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使用大功率的蒸汽弹射器 去弹射小型飞机 比如无人机 很容易在弹射过程中就将其折回 最后电磁弹射的故障率 也远远比蒸汽弹射要低 这也是人们普遍认为 电磁弹射将会逐渐取代蒸汽弹射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正是因为电磁弹射相较于传统的蒸汽弹射 有着以上五大优点 所以美国才会在掌握了蒸汽弹射的基础上 又耗费了21年的时间来苦苦研究电磁弹射 并最终规定 从伏特级航母开始 逐步配备电磁弹射功能 那电磁弹射 既然有着这么多的优点 是不是就证明起没有劣势了呢 当然不是 电磁弹射相较于蒸汽弹射来说 同样也有三个缺点 电磁弹射第一个缺点 是对电力的消耗非常大 以至于常规动力航母 可能无法做到瞬间分配如此多的电量 不过 这个问题对于核航母来说就不是问题了 以核电作为能源 足以供给电磁弹射使用 电磁弹射的第二个缺点 电磁弹射对软件控制算法的水平要求极高 在实时精确控制电流方面 也有着很高的要求 这就意味着想要实现电磁弹射 往往需要非常先进的技术 不过 这对于已经掌握了电磁弹射的美国和中国来说 并不困难 真正被困扰的 反而是那些没能掌握电磁弹射的门外汉 至于电磁弹射的第三个缺点 则是其核心技术一直都没有得到突破性发展 比如说快速冲放电源 以及强储能结构等 一直都是电磁弹射发展路上的绊脚石 世界各国在超级电容领域的发展都很缓慢 而我们之所以说我国在电磁弹射领域发展11年 已经实现了对美国的弯道超车 关键就在于这第三点 我国在超级电容领域 目前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甚至某种程度上说 我国在电磁弹射领域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而这全部得益于马伟明院士研发的 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技术 正是这项技术为高能系统上建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也直接促进了我国在电磁弹射领域的高速发展 可能这个时候就有人会说了 既然电磁弹射如此优秀 目前中美两国也都在电磁弹射领域取得长足发展 那么为什么美国还要拒绝安装电磁弹射器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不是因为电磁弹射器不好 而是因为电磁弹射器太过昂贵 据美国签订的相关订单显示 一艘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就高达1.3亿美元 而美国预计将要在10艘航母上安装电磁弹射器 累计支出就高达13亿美元 这与销售单价在900万美元以内的蒸汽弹射器相比 确实要昂贵得多 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电磁弹射的制作成本必然会降下来 所以这点也无需太过忧虑 再者说了 美国制造电磁弹射器昂贵 我国却未必如此 在马尾明院士以及其他国内科研工作者的帮助下 或许我们能先美国一步 制造出更便宜更优秀的电磁弹射器 电磁弹射必须下马 美军上将发出最无奈声音 之前的路全走错了 美国海军第三代核动力航空母舰 极有可能因多种尖端技术问题 难以克服而夭折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 7月23日公开承认 选择在美国最新型航母福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上 安装和使用多达23项的新型技术 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严重错误 他警告说美国海军不能再犯这样的错和低级失误了 并明确指出 在任何一种复杂作战平台上 一次引入两项左右的新技术和装备 这样才能确保风险可控 事实上 美国海军选择在第三代核动力航空母舰 福特号使用23项新技术一直就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而这些新技术中的典型例子就是武器升降梯和电磁弹射装置 据其美军在新一代福特级航空母舰福特号航母上 共配备了11台武器升降梯 即使到目前仅有7台能用 尽管该艘航空母舰 已经名义上服役了整整4个年头 吉尔迪上将称 武器升降梯迟迟不能完全使用 使福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在过去4-5年经历的痛苦过程的一个特例 此外 该型核动力航空母舰 最大的失败和无奈就是电磁弹射问题了 电磁弹射上舰 使福特级航母最大的亮点和看点 也是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与美军强两级核动力航母最大的不同点 其他的比如排水量 舰载机搭载数量和种类等都大致相同 得益于电磁弹射理论上更迅速 和更加激动的弹射能力 美国海军甚至模拟做出了一艘福特级航母 要比一艘尼米兹级航母的战力高三倍的判断 但事实却是 福特号航母搭载的数条电磁弹射器 至今仍然问题不断 何时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战力 至今还是个未知数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直接承认这些错误具有重要意义 可能预示着他将领导美国海军做出转变 包括 直接废弃使用电磁弹射 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 暂缓高超音速武器和隐形 无人舰载机上舰等敏感问题 吉尔迪上将说 承认这些错误固然是好事 但更希望这是一个采取行动的迹象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美国海军在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研制使用上 如此较真 也充分体现了美国人务实和勇于承认不足的作风和个性 这也是美国海军始终走在世界潜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 尼米兹级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吨位近12万吨的新型福特级航母即将交付 该航母吨位不仅超过尼米兹级 战斗力更是超过尼米兹级一大截 首先福特级的舰载机是F35五代隐形舰载机 相比于以前的FA18 F35拥有优秀的逆踪能力 能够靠着隐形能力突破敌人的防空系统 然后借助先进雷达与超视距导弹 摧毁敌人的高价值目标 除了舰载机性能外 衡量航母战斗力的 还有舰载机的出动频率 福特级配备新研发的电磁弹射器 其弹射效率要比蒸汽弹射更高 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就可以将F35弹射出去 除了弹射F35外 电磁弹射还能够调节弹力 用来弹射其他类型的舰载机 在体系化作战的今天 电子战机加油机预警机 一样都不可缺 如果缺少其中一款战机 其战斗力都要大大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